金英杰新学习系统的核心竞争力 金英杰七大学科教研室是由权威独家师资构成 金英杰图书七大体系 按照书配课 课配书的特点组成的特色学习工具 金英杰名师打造全年全周期的教学课程 我们看上河谷骨折 上河谷骨折第一个我们说的仍然是骨折线 骨折线跟下河谷对比来说 下河谷讲的什么样 骨折断的移位 因为上河谷我们说它很少发生大面积的移位 因为它主要靠什么重力 靠重力还有外地的方向 我们看骨折线 一般情况下我们上河谷骨折线分为三个基本类型 我们分别叫什么样 left高中低或者left什么样 一型二型三型 高位骨折中位骨折和什么样 低位骨折 包括这几个特殊性的特殊性骨折 我们说一型骨折指的就是什么呀 低位骨折又叫什么呀 水平骨折 我们注意一点 它的骨折线从梨状孔到牙槽突 再到两侧的什么呀 溢涂缝 这个是唯一我让大家说 稍微可以稍微记一记 因为它就三个 无非就是梨状孔牙槽突加什么呀 溢涂缝 从梨状孔往后走 牙槽突牙槽突之后到什么呀 到正常的一个溢涂缝 这个东西 我们三个词是需要大家记住 考试现在没有图 所以好多人说我要图我要图 要图没有用 要图没有用 你知道一点 第一个一型骨折就是水平形的 又叫做低位骨折 它的特殊性特点就是 梨状孔牙槽突和溢涂缝就足够了 二型骨折你记住一点 它又称为叫中位骨折 中位骨折我们说 形容起来这是一个大眼睛 它从哪来的 从这来的 呈什么形状 追形 一形呈水平的 鼻状孔牙槽突 一图缝 二形往我们说成追形 所以它就叫追形骨折 追形骨折我们注意点 它来自于什么 我们看来自于鼻额缝 从这来的 横过鼻梁 内侧鼻直到什么 矿底 把矿底画一个圈 我们在后面有一个括号写上矿底 只要在考试的范围之内 只要见到矿底 我们肯定是几形骨折 二形骨折 但是很不幸的是 现在考试没有叫你说二形 三形 它会告诉你什么 是中位还是追形呢 会有别名的考试 所以别名必须要记住 而我们注意点 二形骨折可以伴有脑基叶的 比尔漏 所以它伴有颅脑损伤 所以人家说颅脑损伤 常规是几形骨折 二形和三形骨折 而最容易伴有 伴有脑基叶比尔漏的是几形 三形骨折 因为三形骨折 我们叫什么呀 高位骨折 高位骨折我们就叫做鹅公上 或者叫高位骨折 而特殊一点 我们说高位骨折 骨折完了之后 这脸变长了变短了 我们一看 脸明显的变长 我们看它过的东西 横过鼻梁 矿布 它不做矿底 它过矿布 或矿布 正常的一个全额缝 达到一凸 形成特殊的一个感觉 颅面分离 把颅面分离你画一个圈 所以考试的范围之内 只要告诉你说 脸变长了 好了几形骨折 三形骨折 三形骨折最容易伴发什么呀 脑基叶的鼻耳肉 脑基叶的鼻耳肉 所以很明显的 说二形可以 但是谁最容易 三形最容易 三形最容易 这个大家必须注意 而考试的时候 我们注意点 这三形骨折 一形骨折 一般我们说 水平形的 二形就是什么 锥形的 三形就是一个高位骨折 一形骨折 离状孔 牙巢突和翼突缝 二形骨折横过鼻梁 之后往底下倒什么呀 矿底 而三形骨折什么呀 过矿布 它的特征性特点 谁产生了颅面分离 说上下都分开了 上下分开了以后 我们注意点 很明显的研究是什么呀 三形骨折 三形骨折又叫上 俄宫上骨折 又叫做高位骨折 又叫做什么呀 颅面分离 又叫做颅面分离 这是它的一个特征性特点 谁最容易半发脑机 也别着落 也是三形骨折 也是三形骨折 这个大家稍微有一点印象即可 我们看第二个 骨折块的一个一位 骨折块的一个位 骨折块的一位 刚才我们说 下颌骨 长了几多时间 肌肉 所以人家问你说 下颌骨骨折一位 主要靠什么来一位呀 肌肉签拉 而上颌骨骨折的一位 靠什么呀 主要靠重力 重力是它一位的 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一位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我们看一般情况下 常规情况下 它一个是重力 再一个是什么呀 外力方向 第三个 咬合关系的一个错乱 上下颌骨都会有 上下颌骨都会有 第四个 矿和矿周预斑 第五个 颅脑损伤 这是上颌骨特有的 下颌骨特有 那会我刚才说了什么呀 就是下唇麻木 有人说那张口受限 一定是下颌骨的特征了 可以算 但是不是特征性的 而上颌骨特征性的 就是矿和矿周预斑 以及颌脑损伤 矿和矿周预斑 由于正常的上颌骨离 眼矿比较近 所以上颌骨在损伤的同时 可能矿周会出现预斑 矿周预斑就长得像什么一样 像熊猫一样 所以我们就管它叫什么呀 叫眼镜张 有的时候叫什么呀 叫熊猫眼 叫熊猫眼 这是它的一个特征 而后面的颌脑损伤 刚才我们说的是 二型骨折可以发生 而三型骨折容易发生 这是它的一个特征性的 一个特点 特征性的一个特点 我们看第三个 讲完上下颌骨骨折的 一些特征以后 我们说总结起来 下颌骨特有的下唇麻木 上颌骨肯定没有 张口出现也可以算一个 但是它一般情况下 不是那么较强 而上颌骨折特有的是 一个是矿周预斑的熊猫眼 而再有一个特殊性 就是什么呀 颌脑损伤 颌脑损伤 我们看核无骨折的诊断 根据临床表现 X线不难判断 咬合关系错乱 是它最主要的一个骨折体征 所以考试的时候 A1形体考的最多 就是你骨折 最主要特征是谁 就是咬合关系错乱 而刚才我们反复说的 颌不闭合性的骨折的时候 只要摔下部颌了 肯定谁折了 颌状突舍了 但是现在我们再加一个 谁还能折 下个脚 而反过头了 我说帮一下 我摔下部颌了 张不开嘴了 左边牙咬住了 右边牙开合 前面开合 哪边骨折了 我们刚才说了 哪边折了 哪边能咬住 所以左边能咬住 左边就是什么呀 颌状突骨折了 颌状突骨折往哪跑了 刚才我们说 反复性的讲 正常情况下 我们说颌状突骨折往哪跑 向前向内 谁拽的呀 意外机 所以这种一定要有一个回复的过程 如果你不走神情况下 颌状跟我反复的回复 能够达到一定的层次 但是我建议你 先跟我来一遍 自己再来一遍 再听我一遍 基本上就能够达到一个 完全性的掌握 反过头来 你说我听一遍 是听明白了 但是你不消化的情况下 你听的往往是表面性的东西 表面性的东西 我们看第四个 颌状骨折的治疗 颌状骨折的治疗 我们说最基本的一个 治疗原则上来说 这个在时间技能中 我们就反复性的说 颌状骨折的治疗 往往从时机来说 肯定是越什么越好 肯定是越早越好 往往及早进行治疗 这是时间上来 从原则上来说 一个骨头骨折了 骨折我们第一个 先要给它什么呀 先复位 复位之后再稳定的什么呀 固定 稳定可靠的固定 包括这两个基本性的因素 所以复位和固定 对它来说是一个基础性的因素 而反过头来 我们说一般的下颌骨 复位的时间会怎么样 会稍微怎么样 长一点 而上颌骨复位时间 固定时间怎么样 会短一点 这两个特殊的时间点 是考试考试的原题 有人有印象 我刚才记得上颌骨 跟下颌骨不一样的 上颌骨是四个月 下颌骨三个月 说的是什么呀 说的是种植 我们怎么想象这件事情 我们上颌骨疏松 上颌骨疏松 下颌骨致密 致密的时候我们注意点 长的时候 上颌骨好长 下颌骨好长 下颌骨好长 因为下颌骨致密 所以下颌骨三个月就行 上颌骨需要长多长时间 四个月 而骨折固定的时候 我们下颌骨如果嘎蹦一下 掰舌了 掰舌了致密的骨都好长吗 不好长 不好长的时候 所以你任何一东西 一定要斜向性的想象 想象了之后 你就原来是这样 真正是这样吗 是不是我们不管 只要是按照我们这个思路走 对 考试的时候就很难就答错了 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 再后边 骨折线上的牙 骨折线上的牙考试 只有一种提醒 他考过 他说骨折线上的牙 如下关于骨折说法错误 他说骨折线上牙 尽可能性的拔除 这个对吗 我们说大体性的原则 尽可能性的考虑什么呀 保留 但是一些特殊情况 比如松动了 有取坏了 或者根肩炎了 有明显炎症了 或者正常的牙培 有明显感染了 有暴露的 也应该怎么样 去除 但是它一个大原则 是尽可能什么呀 保留 这个方向上你知道 说骨折线上的牙 尽可能干嘛 保留 如果不松 没有任何问题 尽可能保留 但是有问题以后怎么样 就可以考虑给它什么呀 可以考虑给它拔掉 可以考虑拔掉 我们看第二个 骨折的一个复位方法 骨折复位方法 我们把所有的时机 和正常的治疗方法 治疗原则说完了 我们看看方法 方法上来说 我们说 首先来恢复的是什么呀 恢复的是咬和关系 所以很大程度上来说 我们复位方法中 第一个 最简单的复位方法 叫什么呀 手法复位 说是舌了不是什么呀 手给它搬回去 往上搬回去 我们只适用于什么呀 看着肌肉没有多大劲 但是当你拿手掰的时候 它肌肉的劲儿是很大的 它只应用于什么呀 新鲜的 并且一味什么呀 不大的 就是线性固者 新鲜的一味不大 线性固者 如果那种一味大的 不新鲜的 你也没有系 常规情况下 我们说 它复位后应该做 和间固定 直接和间给它固定 我就行了 第二个我们说 牵引复位 牵引复位多数 用于一种手法 复位不好的 或者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 不新鲜的两到三周以后 明显有纤维的 纤维粘连的这种情况下 我们才选用什么呀 这种牵引固定 牵引固定 我们说最基本的一个点 就是它包括两种牵引 一个是和间牵引 带一个什么呀 卢和牵引 和间牵引用于什么呀 下和骨骨折 所以你记住一点 什么东西适用于什么 是考试考最多的 所以它问你说 下和骨骨折 适用于什么 什么牵引 什么复位方法 我们叫和间牵引 为什么呀 上和骨没有动 下和骨折了 我们靠谁来固定 靠上和骨来固定 所以这叫和间牵引 它说 在上下和的牙齿中 安置这种挂钩 或者牙弓甲板 直接做什么呀 绑 直接拿橡皮圈 或者拿铁丝给它绑上 让它正常的下和鸭 靠上和鸭来恢复 咬和关系 靠这个咬和关系 来从而恢复 这种骨折的一个腹位 这是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 我们说卢和牵引 卢和牵引 主要应用于什么呀 上和五折 上和五折 一旦它掉下来以后 我们怎么着 给它绑在脑袋上 但是有一点 我们绑在脑袋上 恢复咬和关系了 没有 所以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在卢和牵引的同时 我们还要外挂着 只是把骨折段块 给它恢复到位置上 但是恢复的好不好 靠什么来界定 核间牵引 所以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正常的下和五折 直接的一个核间牵引 就完全能够没问题了 而上和五折 我们不但要有 卢和牵引 还要加入什么呀 核间牵引 这就是它的一个特征性特点 特征性特点 我们看手术切开腹位 它主要应用于这种 由软组织窗口 或者开放性骨折 闭合性的骨折 复杂性的 比较复杂一点 我们才用什么呀 手术切开腹位 所以腹位方法 你就想着 第一个手法 手法不行怎么呀 牵引 牵引下和骨用什么呀 核间 上和骨就是炉核加核间 而这几种方法 都不行的时候 怎么呀 手术切开 打太板 直接给它手术切开腹位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我们看腹位完了之后 我们开始考虑固定的方法 考虑固定的方法 考虑固定的方法 我们说往往一般的 单核固定 单核固定主要应用于 刚才说的什么呀 牙刀凸骨折 一般的说 我们说的什么呀 牙工甲板 或者这种 科部这种线性骨折 就没什么一味的 不需要这种上下 需要固定达到 咬合关系的这种 往往一般的这种 单核的 主要应用于牙刀凸骨折 这也是考试考过的题 而核间固定 刚才我们说 就跟核间签也一样 核间签也是 把它正常往 往这种咬合关系方向签 签到这个位置之后 我们开始干嘛 开始固定了 固定的时候 我们最早说上核骨固定的时间 长而下核骨长 下核骨最起码四周 上核骨只需要几周 三周 而在这里我们看 它的固定时间 稍微有点变化 下核骨是 上核骨是什么呀 下核骨是四到六 上核骨是什么呀 三到四 但是它们打 头的数是没变的 所以考试有两种答案 第一种下核骨固定的时间 是什么呀 四周 上核骨三周 而再一个答案 多数情况下是 下核骨四到六 上核骨是什么呀 三到四 你就知道下核骨会长一点 因为掰舌了 再长上不容易 不容易 后面我们看 坚强内固定 坚强内固定 这几年一直就没有考 但是它考试 唯一可能会考的题 就是只有A型题 坚强内固定 往往是作为 多数情况下什么呀 首选方法 首选方法 因为坚强内固定 常规情况下 我固定完了之后 两到三天之后 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完全没有问题了 这是它的一个最主要优势 而它的适应征 我们不要求大家背 只需要大家知道一点 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呀 特别重的 比如包括这种 开放性的 粉碎性的 下颌骨的骨折 还有这种全面部的骨折 就是好多很难的这种骨折 我们选用的什么骨折 所谓的坚强内固定 坚强内固定 我们看第四个 科兔骨折的治疗 刚才我们科兔骨折 如果舌了之后 是咬得着还是咬不着 肯定是能咬着 哪边舌了 哪边就能咬着 后面我们看看 往往首先来说 它的治疗来说 如果我右边舌了 右边就能咬着 左边咬不到 前边也咬不到 我现在解决的办法 它包括一个保守治疗 还有一个手术治疗 手术治疗往往 它是有适应征的 保守治疗是 不是手术适应征的时候 都可以保守治疗 所以反过头 我们先看看保守 是怎么保守的 我们说科兆骨折 当它舌了以后 舌了以后 正常情况下 我们下颌支往上跑 往上跑之后 这边牙就能咬到 而我现在解决的办法 就是在能咬到牙的那一侧 给它垫一个小垫 垫多少毫米厚 垫上垫之后对侧能咬到吗 更咬不到了 更加开合 前下去也更加开合 而我现在解决这个办法的时候 就拿弹性绷带 弹性绷带开始 这垫一个垫之后 弹性绷带绷前面 绷到前面之后 我们注意点 它当一旦受力的时候 它往上给力 这边就往哪走 往下走 往下走 我们就靠着什么力量 来把科兆图给它复位回去 关节囊的这种力量 关节囊有一个紧缩的作用 紧缩就把科兆图 就给它推回去 所以我们说适应征的时候 科兆图一位能特别大吗 不能特别大 而反过头来 你现在记住一点 它的适应征 不用记住 记住它方法 在这垫一个垫 前面给它一绷带 一绷 一绷上前面往前走 等于中间 这是一个什么样 支点 这往上一拽的时候 这边怎么往哪跑 往下跑 往下跑 同时这块有空间了 有空间了以后 我们注意点 关节囊就把它 自己给收回去了 所以这就是它的一个 保守治疗方法 而反过头来 我们说什么样 就这保守治疗方法 不好使了 第一种就是 乘角畸形大约45度 就是它这个歪的太厉害 关节囊已经对它 没有束缚作用 乘角畸形大约45度 肯定是不行了 再有一个我们说什么样 往往一般的 它说科兆图骨折 往炉中窝移位了 它往上跑了 关节囊也束缚不了它了 或者科兆图的外侧移位 突破了关节囊了 就是关节囊没有束缚作用 考试考什么多呀 乘角畸形多少度 这个东西会多一点 它说超过45度之后 还能保守治疗吗 不能 一种考试方法 就是如下属于手术适应征的 第一个乘角畸形45度 第二个进入乳中窝 第三个已经突出什么呀 关节囊 这就是它的基本适应征 我们注意一点 正常情况下 我们手术的时候 如果手术完了以后 我们固定 一般的不需要辅助的合间牵引 固定只需要什么呀 一到三天 这一到三天是考试考过的原体 考过的原体 所以一般的关节手术 常规情况下 我们固定只需要什么呀 一到三天 再有如果正常的 两次手术之间需要什么呀 间隔两周 两周以后可以再做二次手术了 这个大家稍微有个印象就行了啊 我们看乌鸦核的和儿童核骨骨折的一些保守治疗 我们注意点 乌鸦核的老人 他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 没有咬核关系 所以他不需要重新恢复咬核关系 什么来恢复咬核关系 靠什么呀 靠一尺来恢复 而正常情况下 乌鸦核我们说怎么给它固定啊 我们可以靠什么来固定啊 靠就一尺来固定 所以常规的方法我们说脚小的 卷有就一尺 靠就一尺来解架固定 这是一个好的方法 如果不行的情况下 就一尺固定不了 没法固定 我们可以做什么呀 坚强内固定 所以人家说很大程度上来说 这种乌鸦核的病人多数考虑什么呀 坚强内固定 往往它是首选 它是首选 我们看儿童的核骨骨折的一个固定 儿童核骨骨折固定 这十几年考试考试的原题 考的什么呢 我们说儿童的核骨骨折 这牙没有完全长出来 不好固定 第二个方向来说 我们说由于 如果你做坚强内固定的时候 打的钉子太多了 会损伤到什么东西 损伤到牙培 所以我们只能用一种东西 如果你非要手术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什么呀 单皮纸钉 教科书又叫什么单皮纸螺纹钉 考试的时候 这是考试考误的原题 考试考误的原题 如果它固定的时候 可以采用什么呀 像正机的脱槽 给它沾上脱槽之后给它固定 这可以 但是如果手术的时候 这是考试考误的原题 叫单皮纸螺纹钉 这个大家有个印象就可以了 这个大家必须要有个印象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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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